现在是早上七点半 我们先去做一个核酸检测 现在先去吃个饭 现在我们已经领取到了 今天见面会的请柬 马上就要出发了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 我们已经抵达了人民大会堂 我们可以看到身后 这个摄影记者已经开始排长队了 依然和并不会一样 他们需要先上去 占据一个有力的拍摄位置 十点二十分的时候 记者已经排成了一个 L型的长队 那么过栏检之后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 人民大会堂的里面 首先映入影帘的 是我身后这样一个 非常喜庆的调幅 也吸引了不少中外记者 在此拍照合影 现在我们要顺着 这个铺了红地毯的楼梯 一路走上我们三层的金色大厅 首先看到了一幅屏风 绕过这个屏风 众外记者都会在这里 进行一个短暂的等待 那前面就是 睽違已久的金色大厅了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人民大会堂三层的金色大厅 那么刚刚要凭借我手中的情节 并且和我们的证件相互对应之后 才可以入场 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个摄影记者是统一都站在后排 然后文字记者都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座位号 然后大家需要对号入座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金色大厅 自从疫情之后可以说是睽違许久了 按照常规每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 都会在这个金色大厅举行 但是疫情之后呢 大概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没有进入到这个金色大厅了 所以今天一进来呢 感觉非常的亲切和熟悉 在见面会开始之前呢 许多的记者都抓紧时间 进行一个出镜的播报 现场呢有不少的中外记者 在见面会开始之前呢 和我们的红色的背景板合影 那么金色大厅除了在全国两会期间呢 总理见面会上和启用之外呢 它还是党后国大领导人 借鉴外国政要 以及各国大使递交国书的重要场所 那么今天在金色大厅举行的呢 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中外记者的见面会 现场呢共设置了七排座椅 那么每一排呢 大概有46个座位